我就是所谓大家认为要农地农用的这些土地上 我已经全数拆除了 为了云林违建农社争议 高雄市长夫人李嘉芬亲上活现直写 强调农社产权已经移转 把烫手山芋给卖掉 切割意味相当浓厚 但这一步棋外界似乎不太买单 因为违建事实交代不清更难服众 当我们一旦要参选到总统 这样一个层级的竞选的时候 应该是要先把家里这些事情先做一些检视 但终究要选的是总统大选 他要关注的是全台湾人 可能对于一个总统的检视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认为处理的有点慢 无论如何毕竟已经卖掉了 那么接下来他要看的是未来的战场 人不是圣贤 每个人你要去检验问题都一堆 李嘉芬脱手农社 也被拿来和立法院长苏家全相比 当年同样深陷违建农舍危机的苏家全 最后是选择全数捐出做公益 当然民众是有权利去比较处理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以出售来说 它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这件事情赶快做一个止血是有必要的 苏家全院长当时候虽然把所谓的农舍捐出去 可是后续也有人在质疑说 这个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捐法 韩国瑜市长未来面对危机 一方面它要加强处理的速度 另外一方面不能够一直等着 人家来攻击它 它在还手 维建农舍事件延少一个多月 争议越演越烈后才决定脱手卖掉 不但没有化解危机 反而送给对手批评的议题 李嘉芬的危机处理 让韩国瑜的选情被扣分 环宇新闻王家姐 许国豪台北报道